山寨探望實錄 活在不切實際幻想中 曾德華1978年2月13日 在香港出生 她是家裡獨仔 和父母同住青衣島300尺公屋 父母是沙創工人 每日為口奔馳早出晚歸 曾德華樣貌奇特 給同學半以適逆仔的外號 十二歲時 曾德華去電視台做臨時演員 中二時轉讀夜校 讀書讀到中三 1997年 在林偉峰主演的電影《五人子弟》裏 曾德華有十句對白 1998年 在電影《閒運一條龍》裏 和周星馳有一句四個字的對白 有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對白工作接種而來 2002年 許紅心萬象開設娛樂公司 在網上找來一班私營妹 接受商場活動 公司倒閉之後 曾德華蝕光積蓄 她認為 懂得奉承她的私營妹 不單止對反眼不相識 還唱衰她 她懷恨在心 誓言要向私營妹報復 2005年 曾德華為了賺快展 兩度假結婚 原本說收兩萬元的 結果只收到五千 2008年2月 兩項處貿行電 即假結婚 罪名成立 一共判監18個月 2007年 曾德華在酒吧搞派對 被控侵婚入場費 布施罪名成立 2009年7月20日 15歲少女X 是中世女心 在社交網站 認識過曾德華 兩個人用MSN通訊 曾德華知道X是私營妹 兩個人用電話通話 曾德華告訴X 她開設無特兒公司 和人化妝 參演電影 行運一條龍 受到周星馳搶飾 曾德華問X是否追造無特兒 X說自己很小 曾德華說沒有關係 和X說 上快上位就是出賣身體 除了陪我之外 還有陪其他人 你知不知 她還聲稱 歌聲容祖兒 和Angela Baby 都曾經和她上床 曾德華說 她的公司只會在公眾地方 例如公園 餐廳等地方 和客人見面 不會收錢 兩個人相約 在第二天見面 曾德華電郵了英王集團 和金牌大方的卡片 一份無特兒趕過合約給X X在合約上面 填寫年齡15歲 2009年7月21日 下午3點多 兩人在荃灣一間佛黨勞餐廳 見面 曾德華送一條裙給X 叫X叫做媽媽 兩個人之後去到大學到85號A 保城樓一字樓五室 翠元小竹時鐘酒店 櫃頭的女子帶她入房 X以為那是無特兒的化妝間 曾德華和X在酒店房間 坐在床上 打開化妝箱 和X介紹商中的化妝品 之後 曾德華讓X站起來 和親她的嘴 X小的時候 曾經被補習老式勾打 推她的頭到智坑 用刀背割她的頭 和連暴力陰影 令X沒有膽反抗 曾德華想親她的時候 X向後縮 曾德華撲前親她 X上半身向後彎 塞到平衡 跌到床上 曾德華用手摸X的胸 X很害怕 但就沒有作出任何動作 或者說任何說話 以示反抗 曾德華脫了衣 叫X都脫衣 X脫了外衣和內衣 曾德華脫了X的胸圍和底褲 X沒有作任何反抗動作 X退後 但就沒有說任何事 舒服反抗 但就好像玩一樣 撕她 整開她 曾德華的X 躺在床上 爬上她的身體 X沒有性經驗 她怕曾德華的陽具 會在她的陰道 她將身體向下推 曾德華的性器官 觸及她的陰道外面 沒有在陰道內 沒有多久 曾德華是X的體外射精 曾德華之後 躺回X身邊 兩個一起看電視 曾德華問X 你有沒有跟其他男人揹 X就說 有或者沒有 曾德華再爬上X的身體 用陽具插入陰道內 X不肯定 曾德華的陽具 有沒有再去陰道內 但感到陰道很痛楚 曾德華前後移動陽具 停下來之後 躺在X身邊 問他 你好像很害怕我 X回答 曾德華之後 和X再第三 和第四次性行為 然後和X洗澡 X覺得自己很髒 用力刷牙刷到流血 兩人之後 一齊離開時鐘酒店 曾德華叫X 陪他去一間店舖 玩假的眼睫毛 之後送X去搭車 上車之前 X認真都為要求 疼他的臉 X上巴士之後 只要拿一張紙巾來抹嘴 X在巴士上面 放在朋友Y相約見面 見面之後 X和Y投訴 你曾德華搞了 當晚X向在影響會認識的朋友WO投訴 7月22日夜晚 X和Y一起去到荃灣警署報案 發指以為X檢查一陣 犯人處女網有一處舊的裂痕 X解釋說 可能是從前踩單車那陣 壓到C柱 或者有一次 他感到C柱有硬物 伸手入C柱造成的 X和警方律院會面那陣說 很想吐 竟然被一個禁門的人污辱了 禁武品 7月24日 警方拘捕曾德華 曾德華在警戒之下 承認只有X只有15歲 說X同意和她的性交 堅證並不是逼良為槍 曾德華說 沒有藉著介紹入如何圈欺騙X 性交後一晚聯絡X 介紹做禁讀宣傳影片工作 但已經沒有辦法聯絡她 曾德華聲稱知道自己做錯 感到很後悔 但是很快又說 年滿18歲的女子 有事都看不開 又或者因為男友 或經理人不滿而報警 曾德華說 我後悔當初沒有想過後果 最好放我一次 以後不會做這些事 由今天開始 我會長大過兒子 我會懂想 找一份正常工作 不再搞這些事 7月25日 曾德華介紹屯門法院提堂 被控一項強姦罪 即是違反刑事罪限條例 香港法例第二百章第一百十八條 曾德華否認控罪 2010年1月27日 案件的高等法院開審 控方守則庭上 播放曾德華和警察錄影會面 曾德華說 曾經多次告訴X 兒樂圈很黑暗 工作包括要和她和相關的人陪訓 X說知道願意和她性交 2月8日 單位法官李漢良引導陪審團裁決 五男兒女陪審團退庭商議六個小時 以5比2大比數 隨便曾德華一項強姦罪名成立 法官將案押後到下個月2日 以後曾德華的心理報告 和X創傷報告才作出宣判 3月2日 法官說 心理學家X報告中指出 X在這案件身心受到極大創傷 審訊期間 作過幾日 加上傳媒廣泛報道 令X的痛苦再度重現 X現在嚴重創傷後遺症 經常失眠 發噩夢 擱得很髒 經常想起案發經過 令她身體不舒服等等症狀 心理學家估計 X需要接受長期治療 心理學家說 曾德華自我形象低落 都要引人注意 不斷幻想 可以在俘樂圈創回事業 時常誇大以往拍戲的經歷 招搖撞騙 心理學家認為 曾德華對性的態度扭曲 對事件完全沒有背意 對事主的感受 全無歉咎 堅持如果要事主同意 就沒問題 重犯同類象的機會很高 一定接受心理治療 法官認為 這案有二十幾點加刑理由 1.案發一陣 X只有十五歲零一個月 2.曾德華四度咬在事主身上 沒有用避孕套 3.曾德華時候要求X一起洗澡 X屈服在她淫威之下過幾小時 4.根據心理學家報告 X嚴重抑鬱 身心傷害難以估計 所以接受長期治療 法官說 這類經互聯網引發罪行 無日無知 虛擬世界真假難變 年輕人應該提高警覺 慎防陷阱 量刑這句阻嚇作用 以警效由 刑罰應該清楚顯示 社會大眾厭惡這類行為 適當反映事主和家人所受委屈 曾德華全無悔意 只是懂得推卸責任 會在得切實際幻想中 完全不理解自己的問題 明知X只有十五歲 仍然堅持 如果是同意就沒有問題 簡直卻不支持 考慮曾德華背景和安情 以六年為兩營起點 基於以上提及的家營理由 提高刑期一年半 判曾德華入獄七年半 建議於監獄中接受心理治療 法官說 希望X不要自暴自棄 盡量放開懷抱 等時間沖淡創傷 積極投入生生活 曾德華不服定罪和刑期 提出上訴申請 2010年12月15日 上訴庭首項法官 鄧國貞、張澤佑、賢嘉玲 零訊上訴申請 2011年1月19日 坦布判辭 上訴庭法官認為 這單明顯和其他強姦案不同 特別的地方是X無論在性交前 性交進行期間、性交之後 都沒有用任何言語或動作 表明他不同意性交 X整個過程中 表現令人廢解 如果不同意性交 為何不用行動或說話反抗 就算他的童年被勾打陰影 初時受驚 不知所措 但不可能在此外的過程 而保持這種不反抗態度 這樣是有意於一個女子 被人強行性交的反應 X和性交之前 在試圖反抗 例如避開 閃避或將身體下移 但他又說 反抗的行為 好像玩一樣 例如指珍德華 或用手刀開他 法官認為 任何一個有法律知識的人 面對這些案情的自然和合理的反應 都會質疑在這種情況之下 控制是否可以在毫無合理疑點之下 證明X不同意和珍德華性交 X是否如他所說 整個過程中都不同意性交 或如珍德華所說 X和見面之後的表現 是因為X在電話中 已經同意和他上床呢? 就算X在電話中 沒有說過他會這樣做 他在酒店房間中的表現 是否可以支持珍德華所說 X是同意性交呢? 陪審聯做了定罪裁決之前 一會在慎像考慮這些證供 這案件案情得署 原審法官更需要突顯案內衝突 讓陪審團將處理力集中在控方案情 令他們了解 只可以在毫無合理疑點之下 才可以裁定珍德華罪名成立 尚素平認為 原審法官沒有給合適的指引 陪審聯裁決不穩妥和不安全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香港法律第221章第83A條 上訴法庭在處理定罪上訴時 不一定要判決上訴得值或不回上訴 而是可以將原本控罪的定罪 以另一項罪行的定罪取代 原審法官曾經告訴回審團 裁定珍德華關負一項交替性罪行 即是灰所侵犯罪 上訴庭作出針對上訴最終判決之前 要聆聽雙方就以下議題的陳詞 1. 本庭應否以灰所侵犯罪 或者其他交替控罪來取代原本的定罪 2. 如果本庭決定 在不用交替控罪來取代原本的定罪的情況下 撤銷原本的定罪 答辯人會否一項重審 上訴庭會令定審訊日期 聆聽雙方陳詞 珍德華後審期間還下監防 2011年6月22日 上訴庭進行定罪聆訊 7月7日 擔布判辭 上訴庭批准 珍德華上訴許可申請 律政司則說不會要求案件重審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香港法例第221章第83A條 撤銷原本定罪 以灰所侵犯罪作為取代罪行 珍德華在原審前承認灰所侵犯罪 獲得三分一刑期扣減 判處入獄三年 珍德華出獄後 在上華一間大廈做清潔工人 在街頭派傳單 時薪60元 2021年 新冠肺炎疫情時續 便影業幾乎定頓 珍德華轉行做外賣 官方選擇 市區製啟發 寫燈肺炎 represent 鬼神降落 感谢观看